有你幸福 共住花团几组 好幸福 感恩导师 感恩天地 感恩音长 然后各位叉码家人午安 午安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叉码学习 真的就是会觉得说 哦原来人生真的是 有可以达到三百六十度的一个富有 那什么叫三百六十度的富有 其实呢就是像我之前 那我曾经就是跟一个朋友 然后他非常的有钱 然后呢他我就说 我们来这边学习啊 会得到三百六十度的富有 然后他就眼睛睁得很大 然后他就说怎么可能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就是朋友的朋友了 然后他已经是一个董事长类的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虽然他很有钱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呢 为了赚钱 所以他牺牲了他的小孩子的照顾 所以他跟他的大女的关系呢 非常的不好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其实他现在他觉得有钱 但是他有还蛮多 就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个缺失 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 那为什么我们在这边 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感觉到 这种心情的富有 比如说像我以前好了 那其实也是就是一个就是平凡的小康家庭 然后夫妻就是都在电子业上班 可是压力非常的大 那我其实那时候我们两个 算是年薪都还蛮高的 所以我们其实收入啊 各方面是不会有什么样的缺乏 可是呢那时候的我们我 就会觉得我每天都很忧虑 然后都很担心压力都很大 对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压力量量大 所以呢就是我就会觉得说 我好像就一直觉得自己很不开心 那学习到超级生命密码之后呢 我就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心情就是非常的平静 那我觉得心情平静的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一个钱买不到的部分 因为当你心情不平静的时候 后来我们经由导师的教导 你才知道说 哇原来我一直在漏 就是你的心情 你有这个负能量的时候 你就是一直在漏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钱一直漏 你不就是漏光光啊 你可能赚很多 但是你花更多 其实就是一个很漏的一个部分 那我觉得说在这边的话呢 那我就是两年前 那我也想说 我开始创业 那我开始创业之后 我就遇到超级生命密码 就会觉得说 在创业的每一步啊 其实我的心情我不用再担心说 诶 我的下个月订单在哪里 我客户在哪里 因为呢就是一个心情的稳定 那所以其实也让我觉得说 诶平平顺顺的 就很惊讶说 诶 诶其实我是有达到一个 我目标的一个设定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个其他的生活的一些小细节啊 其实刚刚预运长讲的 就是导致也是在讲能量 能量其实我们真的是看不到 可是呢在操码 我们就感觉得到说 诶这个能量就是让我们怎么样事事圆满 比如说诶上礼拜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也是急着要带小朋友去看牙齿 好 然后呢看牙齿的时候 因为时间有点赶 那我就赶快就是把他的手机 就丢到他的书包里面 就塞进去 那因为他他跟同学去庆生啊 就拿了很多礼物 然后又把礼物塞在那个书包 这样子乱塞乱塞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 然后就说诶 妈妈我的手机呢 然后我就说手机 我塞到书包里面去 我们两个怎么找都找不到 就是一直找 找都找不到 然后我女儿当下非常的难过 因为手机你也知道 就是除了钱以外 里面很多很多的资讯是很珍贵的 那他就真的哭了 然后我就跟他道歉 我就说对不起 我真的是太随便了 就是这样随便这样子丢进去 那真的找不到 他用电话去找 然后也找不到他的手机 然后后来隔天早上 因为那天回来已经晚了 那隔天早上呢 就是我就试着再打电话 他的手机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突然听到说 诶 为什么有看手机的那个震动的声音 好像从某个地方传出来 那我就进去 诶 我女儿房间 可是你知道啊 我在怎么找 我还是找不到 然后他那个书包 我也是翻不到 那后来他起来的时候我就说 诶 你去找找看吗 我觉得手机可能在我们家 然后就非常开心 他就马上就说 就在我的书包 然后我就说 诶 你有觉得很奇怪吗 我们昨天我们两个那个书包 已经翻到烂掉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那时候急哭的时候 我还跟他讲说 诶 我们来唱感恩斯巨制 然后我跟太阳公公跟导师 讲一下这样子 然后他也试着用 打电话找他的手机 也找不到 就很奇妙 就是说 在隔天 诶 我们就找到 那也许是因为我们昨天真的 找不到 就是忽失 疏忽掉了 可是也许我觉得真的就是有一种 在唱吗 你就觉得说能量这种东西 他就是在 圆满我们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想说 诶真的生活中的大大小小 这样的事情 真的就是让我们就是 关关好葬过 然后是很顺利的 那其实这样的富足啊 就会让我觉得说 诶我现在跟我女儿 就又像以前一样 就是诶那爸爸刚好这几天出差 他就又跑来跟我睡 然后就是又很贴心 就是我们的感情就是 又变得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曾经就是说 诶他们都上佛钟 然后我们的工作压力啊 各方面 其实跟小孩之间的那个沟通也不是很好 所以跟我们的距离也是 有点比较深处 可是真的经由超马的学习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幸福 是不单是说 诶在金钱上的这种富足的感觉 或者是在家庭啊 各方面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 真的就是叫顺风顺水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导师 真的就是创立了这个超级生命力嘛 让我们学习说如何把能量掌握在我们的身上 这样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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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